秦朝名将蒙田在面对被逼自杀的悲惨命运时,却留下了一句震撼人心的名言,谁曾想到,这句话竟穿越千年,深深打动了曹操的心,每当心中感到委屈时,曹操总会反复吟诵,仿佛从中获得力量,到底是什么样的一句话,能够让一代枭雄如此推崇,立即订阅一观齐聚,开启你的古代历史之旅。 蒙田出生于秦国的显赫世家,他的祖父蒙奥和父亲蒙武都是赫赫有名的将领,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,年幼的蒙田耳濡目染,自小就立志成为一名出色的将军。 他每天刻苦锻炼,习武强身,夜晚则买手兵书,为自己的未来做着充分的准备。 九岁那年,蒙田跟随父亲首次出征,虽然他还不能亲自上阵杀敌,但战场的残酷和激烈给他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 他站在军杖里,点着脚尖看着沙盘,努力理解父亲和其他将领们讨论的战术,有时他会大胆的提出自己的看法,起初没有人在意。 但当他的建议被采纳并取得成功后,这个小小的身影开始引起了众人的注意。 十五岁时,蒙田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。 一天,敌军突然发动起习,意图扰乱军心,面对危机,年轻的蒙田沉着冷静,主动请鹰带领一支精锐骑兵出击。 他利用地形优势,巧妙的设服,成功将敌军一举歼灭,这次行动不仅展现了蒙田的勇气, 更显示出他过人的战术才能和临危不乱的领导气质。 秦始皇22年,蒙田正式被任命为将军,率军攻打楚国,这场战争成为了他军事生涯的重要里程碑。 面对强敌,蒙田采取了分兵两路的策略,在取得初步胜利后,他收到情报,得知楚国都城守备空虚,可以一举功效。 然而,蒙田并没有贪功冒进,他深知自己的部队刚经历一场激战。 士兵疲惫,即使能攻下都城,也可能会付出惨重代价。 蒙田的目光超越了个人功劳,他从大局出发,将这个重要情报转交给了另一支秦军。 最终,有军成功攻下楚国都城,立下大功,这个决定充分体现了蒙田的战略眼光和无私品格,也为他赢得了秦始皇的赏识。 在随后的岁月里,蒙田屡见战功,逐步晋升,最终被封为大将军,又升任内侍,位高权重,他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。 成为秦朝最受器重的将领之一,六国统一后,秦始皇的目光转向了北方的匈奴,长期以来,匈奴骚扰边境,使得北疆地区民不聊生,秦始皇决定派遣蒙田率军北伐,彻底解决这个问题,面对骁勇善战的匈奴起兵。 蒙田深知常规战术难以取胜,他充分研究了匈奴的作战特点,采取了攻守兼备的策略,一方面,他率领大军主动出击,将匈奴赶出中原地区,另一方面,他开始着手修筑长城,将原有的分散城墙连接起来,形成一道横跨数千里的防线,这项工程的规模之大,难度之高,在当时堪称前所未有。 蒙田亲自督造,克服了地形复杂,气候恶劣等诸多困难,他根据地势的变化,灵活调整城墙的走向和结构,确保防御效果的最大化,同时,他还在适当位置设立烽火台,构建了一个快速预警系统,经过数年艰苦卓绝的努力,这道危额的防线终于建成,从此,匈奴再也不敢轻易拿下,北疆地区逐渐恢复了安宁, 蒙田的军事才能和组织能力,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充分展现,他的威名远波,成为匈奴人文风丧胆的对象,秦始皇对蒙田的功绩赞不绝口,对他的信任和倚众达到了顶点, 他不仅将军国大事交付蒙田处理,更将自己的长载扶苏托付给蒙田辅佐,蒙田成为了秦朝权力的核心人物,地位仅次于皇帝本人。 然而,权力的巅峰往往伴随着危险,蒙田的显赫地位引起了一些人的嫉妒,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赵高,赵高出身低微,但凭借机敏的头脑和善于钻营的性格,逐步在宫中站稳脚跟, 他被秦始皇任命为胡亥的老师,负责教导律法,赵高深知自己的地位来之不易,为了巩固权力,他开始利用职务之便,厄于奉承胡亥,同时暗中打压其他官员。 当这些行为被揭发后,蒙田依法主张处死赵高,虽然最终在胡亥的求情下,赵高保住了性命,但他对蒙田的恨意却与日俱增。 机会终于来了,秦始皇在巡游途中突然驾崩,当时蒙田正在边疆镇守,蒙义则在外地祈福,朝中大权暂时落入了赵高和离子手中,赵高深知,如果让太子扶苏继位,自己必定难逃一死,于是他联合胡亥,篡改了秦始皇的遗诏,诬陷扶苏和蒙田谋反,并下令他们自尽。 当消息传到边疆时,蒙田震惊不已,他不明白自己究竟犯了什么罪,为何会遭此恶运,他请求回朝解释,但赵高害怕他率军反击,坚持要求他立即自尽,面对这样的困境,蒙田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。 最终,蒙田选择了服从圣旨,在自尽之前,他留下了一段千古流传的遗言,自无先人,极致子孙,积功信于秦三世矣,金陈将兵三十余万,身虽求戏,其是族已被判,然自知必死而守一者。 不敢辱先人之教,以不忘先主也,这段话清晰地表达了蒙田的心计,他回顾了蒙氏家族三代人对秦国的忠诚,强调自己虽然掌握重兵,完全有能力反抗,但为了守住对先军的忠诚,宁愿选择死亡,蒙田的自尽,标志着秦朝最后一位忠臣的陨落。 此后,赵高和胡亥把持朝政,导致秦朝迅速走向灭亡,然而蒙田的遗言却在历史的长河中绵延不绝,成为后世评判中间的重要标准,特别值得一提的是,在三国时期,曹操对蒙田的遗言产生了强烈的共鸣,每当曹操遭受诽谤或委屈时,他都会翻出史书,重读蒙田的这段话,曹操认为自己与蒙田一样,都是被误解的忠诚。 他们都在为匡扶汉事而努力,却不被世人理解,通过阅读蒙田的遗言,曹操找到了精神上的慰藉,他常常自言自语道,世人不止我,我一无所惧。 这种态度帮助曹操在乱世中坚持自己的理想,最终成就了一番霸业,在中国古代历史上,蒙田是一位杰出的将领和政治家,他的才能和忠诚为秦朝的统一和巩固做出了巨大贡献。 然而,这位英雄的命运却因权力斗争而陨落,他的故事成为了后世衡量忠诚与气节的重要标准。 蒙田的一生,如同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,既有辉煌的成就,也有悲剧的结局,引人深思。 蒙田出生于一个显赫的军事家庭,他的父亲蒙武也是一位著名的将领。 在秦朝统一六国的过程中,蒙田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,他不仅在战场上勇猛善战,更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深远的战略眼光,为秦国的扩张和统一立下了汉马功劳。 蒙田的军事才能,不仅体现在他指挥的一系列战役中,更在于他对军事改革的深刻理解和实施,他改进了兵器,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,为秦军的无敌之师奠定了技术。 然而,蒙田的忠诚和才能并没有为他带来应有的荣耀和安全,在秦朝内部错综复杂的权力斗争中,蒙田最终成为了牺牲品。 秦始皇死后,宦官赵高和丞相李次和谋篡改一照,立胡亥为秦二世,同时诬陷蒙田谋反,导致蒙田被囚禁并最终被迫自尽。 蒙田的悲剧,不仅是个人的悲剧,更是整个秦朝悲剧的缩影,他的死标志着秦朝内部权力斗争的白热化,也为秦朝的灭亡埋下了伏笔,蒙田临终时留下的遗言,充满了对国家和人民的深切关怀, 以及对自己命运的无奈和悲愤,他说,我和罪于天,无过而死乎,这句话超越了时空的限制,成为了后世衡量忠诚与气节的重要标准。 蒙田的遗言,如同一面镜子,映照出权力斗争的残酷和人性的复杂,他的故事,提醒我们在面对权力和道德的抉择时,应当如何保持内心的坚定, 从秦朝到三国,再到今天,蒙田的故事依然能引发人们的深思,在历史的长河中,蒙田的形象逐渐被神化,成为了忠诚和气节的象征, 他的故事被后人传送,成为了教育后人的宝贵财富,在三国时期,曹操在短歌行中写道,对酒当歌,人生几何, 譬如朝露,去日苦多,凯当以康,忧思难忘,何以解忧,唯有杜康,这首诗歌,虽然不是直接写蒙田, 但其中流露出的对英雄陌路的感慨,与蒙田的命运不谋而合,曹操本人也是一位权谋高手,他对蒙田的悲剧有着深刻的共鸣, 在今天,蒙田的故事依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,在现代社会,权力斗争依然存在,道德和利益的冲突也时常发生, 蒙田的故事提醒我们,在面对这些抉择时,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内心, 我们不能因为权力的诱惑而放弃原则,也不能因为利益的驱使而背离道德, 蒙田的一生虽然以悲剧告终,但他的精神和气节, 却永远激励着后人,蒙田的故事,不仅是对个人命运的反思, 也是对整个社会和历史的反思,他的经历告诉我们,权力斗争是残酷的, 但个人的道德和气节是宝贵的,在历史的长河中,蒙田的名字将永远闪耀, 他的故事将永远流传,他的精神如同一盏明灯,照亮了后人的道路, 提醒我们在权力和道德的十字路口,要做出正确的选择, 蒙田的一生是忠诚与背叛,荣耀与悲剧的交织, 他的故事如同一部跌宕起伏的戏剧,既有高潮迭起的战斗场面, 也有深沉内敛的人物心理,他的形象既是英勇无畏的将领, 也是忠诚正直的君子,他的故事不仅是对历史的回顾, 更是对人性的探讨,在蒙田的身上, 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光辉和阴暗,看到了权力的荣耀和悲哀, 蒙田的故事也让我们思考,什么是真正的忠诚和气节, 忠诚不仅仅是对国家的效忠, 更是对内心信念的坚守,气节不仅仅是面对强权的不拘, 更是在诱惑面前的自治,蒙田的一生,虽然充满了悲剧色彩, 但他的忠诚和气节,却成为了永恒的传奇, 他的故事如同一首悲壮的史诗,激励着后人不断前行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